大家好,今天我們來學習的是冰花四朵蓮蹄 這個難度有一點,所以大家就用心來學習 一樣的,我們準備四號線,有200公分 一樣是對折 對折 之後我們打一個雙臉 我們打一個雙臉 雙臉完了以後,我們從這邊打冰花 分成兩片,單線冰花,再來這邊匯合 好,那我們就打雙臉了 雙臉截好像掛飾的時候,常常會用到 好,雙臉截 那這個,我們打個冰花,擠頭 好 擠頭 做一個冰花 好了,我們就要左右了,這邊也做一個冰花 起一個頭 好,這是冰花,起一個頭 左邊有了,翻過來 翻過來 翻過來,也是冰花 起一個頭 冰花,還會的朋友啊,可以到前面去去學習冰花的一個打法 好,有了 有了 那我們中間就要合起來了 好,我們中間這邊 是吧 翻過來 翻過來,也是像打冰花那樣 是吧 好了,到這裡為止啊,這就打冰花了 之後呢,我們左邊的,從這邊上去 可以,繞一圈回來 右邊呢,是從這邊去 也是繞一圈回來 然後這邊 併在一起,併發 就可以了 怎麼繞呢 好,我們右邊上去 先打一個冰花 從中間的齁 從中間的齁 繞過來 繞過去 繞過去 好 來看 這邊 這邊 繞出來 多了一個啦 換這一邊 這邊 一樣 很冰花的 做法 繞出來 繞過去 繞出來 這也是繞出來的 我們來看看 好,兩邊都有啦 兩邊都有啦 兩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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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